我们从乡书到结婚 我就像生活在一个无声的电影里边 他从来不怎么主动和我说话 我不是不想主动你说话 我怕失去你 怕说多话你没话说 你这种理由谁能相信 你口口声声说珍惜我 你连孩子都不管 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不是不管 我真的觉得你的管理方式有问题 我们能不能互相同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孟先生36岁来自吉林 是一名农民 女嘉宾郑女士30岁 同样来自吉林个体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他们说你说过一句话 说你生活在一个无声的电影世界里 对 怎么想到用这个来形容自己的情感状态的 就是我老公在家一天到晚 一句话也不跟我说 不爱说话 不爱说话 结婚多少年了 八年 你比他大六岁是吧 对 追你那会儿 谈恋爱那会儿爱说话吗 还是你们是属于那个父母给说了亲就嫁了 是那个别人给介绍的 刚开始的时候还行吧 现在不爱说话 我就想知道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有孩子吧 有孩子 几个孩子 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 多大了 几岁了 他跟儿子说话吗 也不怎么说 你跟儿子也不说话呀 我也经常经常不在家 他呀他管你孩子 我管你的手 他不在家的时候你们沟通吗 你比如说他出去了 对 有些人打个电话 或者发个微信 总得问候一下嘛 问问 这个你们有吗这种沟通 有 但是我要是不给他发微信的时候 他几乎不给我发 有的时候我个微信微的 他也不说话 完了我试探的就给他发一个红包 但是我一发红包他还领 就是不和我说话 领红包是秒领 说话从来不回是吧 嗯 为啥呀 给红包是不要吧 那跟你说话怎么搭理呢 说话一目不俩 你说这些年纪婚的 不想说 没啥太多话 都没话说了 我的天哪 你在外面跟朋友吃饭聊天 你说话吗 也说话 但是也不算太多 我们是农村的嘛 出去溜达去 比如说是上个卖店啦 再不在大热顶上走 跟人家都有说有笑的 一回家就完全变个人 就他在外面是跟别人有说有笑 那对 每天他要是在家的时候 他手机 叮叮叮叮叮 叮子响 是像你媳妇说的那样 你那微信在家里 滴了叮叮老响吗 不懂什么不这么想 他就以为我瞅我这手机 他不怎么在家 他农村嘛 村秋都很忙嘛 农忙的时候 在家帮我干活 农闲的时候就是 家里边有车 自己出去收粮去 但是收粮的时候 累了歇一歇的时候 也会拿起手机啦 搜搜附近的人啦 这个那个的 他就和别人就能聊天 以前吧 在家的时候 还能跟我俩说一句话 就是一天最多能说三次话 老婆今天吃什么呢 这是一句 早晨 早晨 老婆 早晨吃什么呢 晚上 老婆 晚上吃什么呢 这个拿个复读机 给他弄好就行了嘛 只要按就行了嘛 完了 有一次他没出去 我说他在家就和别人聊天 聊得老高兴了 我就生气了 把他手机摔了 在那以后更不说话了 这三句话都没有了 为啥呀 因为我们俩 我跟他说话多了 情况下 他以后就是闹出感情的 感情问题 为什么说话多了 闹出感情问题 你这心里藏了多少秘密啊 你怕被他审出来是吗 你们家谁说话算话呀 就谁能做主啊 他做主 他做主 这你们家领导是吧 对 钱什么也归他是吧 对对 哦 你怕他是吗 怕他 你怕他什么呢 我怕他 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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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 这不敢说是吧 在家里不敢说是吧 对 他没事总上街里 买衣服 乱花钱 给孩子都买好 给他自己也都买好 哦 孩子你也不管呢 孩子你管吗 孩子我事不怎么管 你管吗 那方是有点不对劲 哦 就你对劲 你不管孩子 家里边的一切 你都不管 都我自己 就有一次 我没在家出门了 嗯 完了呢 正午我儿子给我打电话 说妈妈我饿了 我说饿了 我妈妈没在家 你找你爸爸 妈妈呀 我爸 我跟我爸说了多少句话 我爸都不吱声 结果晚上我回去 我儿子一天都没吃着饭 这不仅是 这笼子和哑巴呀 你还是个摆设呀 儿子要你干啥呀 咋没吃饭呢 你忘了我出去去溜达了 溜达了 儿子吃饭你都能忘